好,這次我們來做一個快速簡單的教訓 就是Ethermine.org這個全球最大的以太礦石 那用這個礦石的好處有很多 就基本上簡單介紹一下 如果說你的那個HypeOS那個啊 它有時候會伺服器會當機嘛 那如果說你把礦石撕在這邊的話 那就算它當機你也可以在這邊查到說 你的礦石是否持續在運作 還是說HypeOS只是一個獎金棒而已 我們這邊的話就輸入你的那個錢包的地址 好,這是我錢包地址 OK,我的錢包地址當然要打一下馬賽克,不好意思啊 好,那還有我一些基本資訊 我們輸入錢包地址之後,我們在這上面最上面 這邊的話我們去點擊Settings這個部分就設定 這邊設定可以設定你出金的門檻 還有那個一些資料 好,我們點擊Payment Method就是付款的方式 然後呢,基本上是在Ethereum的主網 那這邊有個Gas Price Limit跟Threadhold Threadhold的意思就是一個門檻的意思 然後你可以設定一個一下 出金的那個瓦斯費的價格 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呢,像我這邊設了0.3 那我是挖很久才可以到0.3 因為我不想讓是瓦斯費 那通常呢,這個Gas Price Limit這個念貴 通常呢,我會設在100左右 那因為呢,現在以太幣一直下跌 所以我改成80 那 好,我們現在做一個更改 假如說,我想要更低一點 或者想負70 7Squade OK 好,那它的下限是10啦 那上限是500 那看你個人要設多少 那看你個人要設多少 當然高價者得標嘛 就很快就會付你 就會出金到你的錢包了 那這邊的話是你的那個 真實的IP REAL IP 那REAL IP呢,如果取得 等一下會介紹一下 好,我們往下拉一下 然後呢 我剛剛是80嘛 然後我現在改70 我點擊更新 好,我們看到 我更新完之後呢 我這邊出金的門檻沒改 但是我的瓦斯費已經改成70了 所以更改設定就是這麼簡單 OK 那這邊有一些基本資訊 那請看這個瓦斯費啊 這個是193規 我設70的話 我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所以就是大概是這個樣子 你自己可以去做一個換算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可以去隨時 就是想要隨時去出金 那這邊untiman就是即時出金 那我們按一個request 提出需求 那這邊就會跟你講啊 就是說 如果你 你的胃腹的額度 餘額有超過0.005的時候 你就是有可 可以用手動去做出金的 那這邊的瓦斯費也跟你講的是 193.47規 這個大概啊 200多台幣吧 我們可以自己去換算 比如說現在是 你可以自己做換算 比如說0.0 OK 我們乘上28 乘上現在幣價 好慘 2400 OK 275塊台幣 哇超貴的 OK 所以其實一般你設在100就OK了 100 在100的話 大概是 100 100貴大概是100多塊出頭台幣吧 150 140 所以幣價做調整 好 那就是這樣子 那你就是去更改你的那個出金的門檻 然後把瓦斯費設好 然後呢 這邊填上你的IP 然後沒有問題就按那個request payout 那當然我不想付嘛 因為現在幣價這麼低 我就長期主力囉 好 那如果知道你的真實IP呢 我們這邊 點一下 這邊是speedtest.net 你只要在這個網上打進去 你就可以去測你的網路 然後呢 你的真實IP就在這邊 那這就是你真實在挖礦機在 礦池在運作 挖 在礦機在運作的真實的地址 就是你家裡面的地址 OK 你就輸入這個 把它寄下來 插到小本子 那下次就用到這個網站來測試了 那希望這次的教學對 剛入手 或剛使用這個以太礦池的 新手們有所幫助 謝謝 那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還幫忙點讚訂閱 給個鼓勵 謝謝